第三课 祈祝妈妈有办法 孩子如果已经长大 就得告别妈妈 四海为家 牛马有巧 鸟有翅膀 祈祝日薰告前妈办法 不供应妈妈准备了降落桑 把它送给自己的娃娃 只要有风轻轻吹过 孩子们就趁着风 纷纷出发 章儿妈妈有个好办法 它给孩子穿上带子的铠甲 只要挂住动物的皮毛 孩子们就能去田野 香蛙 豌豆妈妈更有办法 当然豆角晒在太阳地下 啪的一项 豆角炸开 孩子们就便宜掉着 离开妈妈 取悟妈妈的办法很多很多 不信你就仔细仔细观察 那里有十十多多的知识 自信的小朋友觉得不到它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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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